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什么可怕的呀 我们到中国就是来杀人的 怎么了 在南京一次我们杀了三十万人 又怎么了 我想为了大东亚的光环更加耀眼 还是收敛一点没好 您别忘了 上海不但有中国的报社 还有外国报社的分战和计证 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 只要不写被杀的这些人是战俘 那么我们就不会让国际社会抓住把柄 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知道吗 不过你们提醒的也有道理 这样吧 加强对中国报社和杂志社的监控 尤其是对有些反日倾向的记者 要各位注意 一旦抓住他们的把柄 就把他们抓起来 对外国记者嘛 要采取拉拢的方法 个别的人 可以秘密地让它消失掉 总之原则就是一个 不能让不利于我们的消息登出去 明白吗 是 原田一回来就这么大开杀戒 您现在太危险了 我看还是转移一个地方吧 我不走 日本人这次抄了我们这么多电台和人 难保不会找到您这里 只有你和卢展飞知道我的行踪 其他人就是被捕了 对我威胁不大 或者是安全 我们这次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 奇怪 我也发现 他们这次搜捕行动 目标很明确 而且消息很准确 就好像是由我们自己人带路似的 徐孝晨 就是他 让他有头睡觉 无头起床 尽快通知卢展飞 让他要徐孝晨的命 不过 不过 徐孝晨对卢展飞的路数太熟了 恐怕有些难度 得给他些时间 我给他时间 日本人给我时间吗 这个时候还有人来看我 真是不容易 教程军何出此言啊 用我的时候 就让我给你们卖命 不用我的时候 就把我关在这儿 门都不让出 这次的大搜捕 你立了大功 不过 外面的人会放过你吗 我们把你关在这儿 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你 机馆长也是了解你的苦衷 特地让我给你带了件礼物 进来吧 这是 你慢慢享用 我先告辞 是 找个 走 是 请便 进去看看 是 组长 跑了 妈的 是 以后你找到真东西 直接给我拿来 是 罗小姐也到了 你先去吧 罗小姐 请 罗小姐 又是愿迎 使惊使惊 原先长官太客气了 请 您这么急找我来 有什么事啊 他们给我拿了一个瓷瓶 你帮我仔细看看 既然是送到您这儿来的 那肯定是真品 谁敢糊弄您呢 这可不敢说啊 还得请罗小姐仔细地鉴定鉴定 好 罗小姐 试试 唐县 试试 罗小姐 试镜了 好的 去去就回 好 好 这么重要的文件你怎么乱发 味道 老小姐 你可得给我看仔细了 有事你先忙 打青角的工作 你们很让我失望 对不起 接下来我们想把全部经历 投入到青角工作中 愚蠢 青角只是辅助工作 真正的任务 才需要你们全力以赴 总部密令 总部密令 近期有十位 斩杀一百名以上的 中国人的帝国勇士 将来到上海 前来接受天皇陛下 颁发给他们的 金纸勋章 现在终于弄明白了 原田大搜捕的背后 藏着这么大的阴谋 难怪他们费了这么大的劲 仔细想想 鬼子授勋 这真是个赌招 他们不仅是想 给自己人打气 更主要的是想 吓住咱们中国的老百姓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 的确不能放过他们 我马上向武汉汇报 你也马上着手准备人手 日本人这次大搜捕 给我们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虽然没有伤着我们的元气 但是下边的人 被他们清剿了不少 人手紧情况又这么急 现在只能让卢展飞 他们多做事了 他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怎么 他不是已经去杀徐孝辰了吗 没有成功 让姓徐的那小子跑了 实在不行 让灵狐去收拾那个姓徐的 现在时间紧迫 不能有半点闪失了 但是 让灵狐去帮卢展飞清理门户 好像不太合适吧 你是怕卢展飞不乐意啊 难道我还要看他的脸色行事吗 你们两个可一定要全力以赴 必须保证帝国勇士的安全 所以大搜捕不能放松 还要抓紧记刑 要给那些敢于跟皇军作对的人 以强大的压力 有些个小鱼小虾 无关紧要先不起大风大浪 可以暂时不管 我要的是大鱼 大鱼明白吗 你们主要的工作 就是抓紧时间 找出上海战 共产党的关键人物 是 是 那个徐孝辰怎么样了 他昨天晚上遇到袭击之后 就一直没有消息 到现在还不知道死活 中国人开始行动了 这要证明他们害怕了 机关长 徐孝辰在这次的搜捕中 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还帮我们找到了 两部军统的秘密电台 您看是不是可以 把他接到城光堂来 把他保护起来 不用不用不用 如果连这点难关都熬不过去 那他对我们也就没什么用处了 是 可是他到现在一点阴信都没有 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这一点我倒是十分放心 他一定能够活下来 你们要盯紧他 让他多多地提供情报 他提什么条件都可以考虑 你们去安排搜捕吧 记住了 我要的是大鱼 报告机关长 徐孝辰来了 什么 他们还想给那十个屠夫发勋章 据说 来寿勋的十个鬼子 都是他们号称 砍过一百颗人头的勇士 一百颗人头啊 是 是可认 孝不可认 前两天徐州会战 日本人在台儿中吃了大亏 一直想找机会重振士气 我想 这次来上海开这个授勋会 一 是想给他们的士兵打气 吹吹他们的武士道精神 二 吓唬人 那些不明白真相的老百姓更要上当 还真你们这些小鬼子战务不胜 放心吧 你 绝不会让他开场 头可断 血可溜 这十个鬼子必须得杀 他们不杀算白活了 哪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都不会允许这十个畜生活在世上 我不管你什么身份 我也不管你跟我联络什么目的 我都不管了 我和我的弟兄们都可以听你调解 那有意儿 你必须帮我杀了这十个鬼子 听见没有 如果不行的话 你帮我打听消息 我给你钱 你要多少钱 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 灵狐 你说这话就太见外了 咱们打这么长时间交道 我是什么人你还不明白吗 我可以告诉你 只要你真心实意地杀鬼子 我罗碧月永远站在你身边 你这话我记住了 这样咱们分头行动 你去负责打听鬼子的消息 我负责等这几个小鬼子 不 现在这几个人什么时候到上海还不确定 我会时刻注意的 你那儿让朱雀守着电台 说不定能有什么消息 现在有件事情当务之急 看来还得由你去解决 什么事 除掉徐孝晨 这个败类知道上海战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现在他死心塌地地投靠了日本人 这一次的大搜捕 破坏了我们不少的联络点 为了下一步消灭战犯的计划不受影响 必须立刻除掉这个叛徒 我也就不瞒着你了 卢展飞那儿一直进展得不顺利 你看 能不能帮个忙 先把这事给办了 没问题 杀鬼子杀汉奸的事我从来没客求 放心 卢展飞已经失手一次了 现在徐孝晨是惊弓之鸟 不能莽撞 要自取 我自有办法 另外 另外 这一次的行动需要多少报仇 在这儿等着我 卢小姐 这是杀鬼子杀汉奸 我也不要报仇 你应该想到 定了 被杀了这十个畜生不可 大哥 我们都听你的 大哥 够了 什么时候多少 时间还没定 等罗小姐给咱们消息 罗小姐 怎么又是那个女人 咱们不许胡闹 说正事 大哥 我们现在做什么 先帮他们一个忙 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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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门户 不许胡闹 几点周伟雄 让他不要轻举妄动 可是处长 日本人太欺负人了 是有点欺人太甚 不过 据我所知 委员长近日 正在派人 从日本的高层接触 如此看来 中日之间的战事 可能会停止下来 越是在这个时候 越不能因小事大 小不忍 自乱大谋 对 对 小不忍自乱大谋 明知周伟雄 让他静观其变 暗兵不登 大哥 不就是一徐孝晨吗 至于让你这么费心吗 大哥 要我说 咱们直接冲进崇光堂 把他杀了得了 杀一个徐孝晨容易 又怕你杀了一个 又冒出另外一个徐孝晨 大哥是想断了这帮汉奸 今后投靠日本人的路 这个徐孝晨 现在对日本人来说呀 很重要 大哥 如果不想费力气 那就只有借刀了 你的意思是 对 下个车 让日本人把他杀了 总部已经获得了情报 袁田这次回来大开杀戒 制造恐怖气氛 就是为了给他们 在上海举行的 授训大会做准备 这是可能参加这次 授训大会的日本战犯的名单 我上次确实看清楚了 这帮家伙一共是十个人 只是不知道是哪些人 这次有了名单 这次有了名单就好办了 好办 好办什么呀 你根本就想不到 我们接到的命令是 静观其变 按兵不动 静观其变 按兵不动 不可能是这样的命令吧 这些人都是扎满咱们中国人鲜血的屠夫啊 怎么能按兵不动呢 会不会是鞭炮有错啊 我也纳闷 为什么是这样的命令 可是后来我听到一些传言 说是国民政府 哦 其实就是委员长私下里派代表和日本人接住 看来 这些传门并不是空穴来风啊 站长 无论如何 我们不能让日本人在上海开成这个授勋大会 我们不能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如果这十个战犯真的在上海滩披红戴绿的耀武扬威 我们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 幼稚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之 你是军人 是上海战的一员 要以党国的利益为重 不要总想着自己的脸面 清理徐孝辰的事不能放松 至少让这些叛徒不能耀武扬威 要抓紧处理它 我正在安排 灵狐的精力都用在对付徐孝辰这边了 那当然好了 哦 千万不能让那帮狐狸知道日本人受勋的消息 免得坏了上面的大事 我知道了 周伟雄说得对 将你知道现在还对日本人抱有幻想 不管的 我们做 绝不能让日军的阴谋得逞 而且杀掉这些战犯 可以唤醒更多的中国人 投入到抗日的行列中来 我还是想让灵狐来执行这次行动 那就尽全力协助他们 要争取以最小的代价 换取这次行动的胜利 我想要一个人的协助 谁 阿弟 你这会选人 你这会选人 别动 别动 我以为谁呢 兄弟 请坐 徐小辰 有话就说 你要想弄死我 就直接动手 咱俩这么多年的兄弟 你跟我玩这个人 这么多年的生死弟兄 我的为人 你还不清楚吗 你真没看出来你的为人 早知道你给日本人当走狗 我早就掐死你了 兄弟啊 我也是没有办法 识时务 瞎掰 你是汉金 兄弟 你睁眼看看现在的世道 那帮当官的 有几个是省油的当的 真正的好事 什么时候弄好咱们兄弟头上 也就是兄弟你呀 这么些年 我一直在旁边看着你 我一直在旁边看着你 你绝对是一个能干出点事 我劝你好好想想啊 跟着我干 正好我那也缺人事 原来啊 原来啊 我还没想怎么样怎么样 想着大家必定兄弟一场 可他们不给我面子 成天想着要我命 你不仁 我不义 就好炸强撕破脸了 只要你愿意 这上海滩就咱们哥们儿的一片天了 女人 金条 黄 你好好想想 你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我 嗯 这是你要的上海站部分联络点的地址 大搜补以后 这些地址都废了 你还要他干嘛 守株待兔啊 守谁啊 徐孝晨 日本鬼子最喜欢的就是叛徒 可是他们最担心的也是叛徒 徐孝晨现在 就是想象日本鬼子证明自己有能力 证明自己有能力 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把他知道的所有的秘密据点 再搜一遍 有道理 看吧 看看运气怎么样 但愿我挑的这些地方都没挑错吗 那你不要看这些了 那你不要看这些了 我再给你写个地方 这是什么地方 周伟雄原来的地址 我估计徐孝晨知道这个地方 他要给新主子献大礼 就不会放过这里 你可以去碰碰运气 组长 组长 跑这么快干吗 被咬紧追债啊 不是 你把气喘匀了再说 有事赶紧说 别当我这是茶馆 组长 徐孝晨开始行动了 你怎么不早说 大哥 捞去弟兄吧 是 他去哪儿了 带路 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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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还有什么事 刚才徐孝晨 把我堵在剧院了 你这个不长进的东西 清平 你说徐孝晨把你堵在剧院 他为什么要帮你走 组长 您想哪儿去了 徐孝晨是想拉了我 可我没答应他 你想 我怎么能 好 这就好 清平 要是知道你给日本人当狗 老子拔了你的皮 组长 我死也不会 不过 徐孝晨那老小子没有想到 我还反定了他的事 走 走 清平 你看清楚了吗 是往这边走吗 没错 就这边 你确定了 当然了 我办事什么时候出过岔的 你要是再说岔 我 走 听你说的没错 应该是 妈 徐孝晨这王八蛋 早就没有安好心 居然跟踪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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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儿 上海担担奥委员的注定 你确定 我偷偷跟踪过卢寨妃 应该就是这儿 没错 走 徐孝晨怎么不跟我们 奔不跟顾这样的退送品 路长 这到底什么地方 这是站长也来的 这个徐孝晨 还学会耍小心眼的 今天我费剁了才不喝 路长 站长已经搬家了吧 对 必须有徐孝晨死在这儿 好好路 好 大哥 好了 走 你确定人在里头 你确定人在里头 不确定 是有可能的 混蛋 你拿老子手下的性命开玩笑 你知道 他是上海战的站长 啊 地方 你都不还带不走了 你这个人 确定人在里头 你有没有 有分 número 你了 你不太太鬼了 你能不能打扰 我 你都会被融贼了 我 你能打扰 闪开 军屏 收点 临虎 卢展飞 你来干吗 这话应该我来问你 我没法子呀 卢大长官 拿人钱财与人消责 笑话 我卢展飞的门户 我自己会清理 用不着旁人插手 卢大长官 你清理你的门户 我做我的生意 你不能让我的弟兄们 断了粮草 临虎 有些钱可是会咬手的 我放去 别把手伸得太长了 我是这么说的 卢大长官 这叫丑汉奸 不分你我 这个你应该知道 好的 那就看看 那么谁先除掉徐孝臣 你不能进去 怕我抢了你的公鸟 别把我抢了 实话告诉我 里面我们安排了炸药 徐孝臣和那帮小鬼子 马上就上西天了 怎么着 想陪葬子 五三岁小孩啊 行了 宣武 人家不相信咱 那就甭跟他废话 吴大长官 话都跟你说清楚 你可以进去 万一炸弹响了 到地底下 便满用我妹提醒你 白虎 走 我看灵狐不敢在这个事上骗我们 撤吧 撤 柱子 来 走吧 我就不信了 我说秦平啊 秦平呢 刚才还在哪儿 秦平 大哥 成了 成了 这徐孝臣的再狡猾 也躲不开这么一家伙子 是一串 我在外间哪 还挂了个灵魂来 这书上说 牵一发动千军 行了 别拼了 撤 来 这个灵狐 静狐说 哪儿有啊 组长还真心 无论 我 我还跟他 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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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长 赵平 主长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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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大哥 你说这徐孝晨死得了吗 肯定死的 大哥 你当时还说 要借日本人手杀他 我看根本用不着 好像还没有人 能从二哥的联魂雷震 里面逃出来呢 那是 先别高兴的太早 这徐孝晨哪 还不一定真就死了 你想啊 他现在是惊弓之鸟 但分有一点危险的迹象 他就不敢往前出 像咱们这种陷阱 我看对他也没多大用 最多也就是找几个小日本 当了他的替罪羊 管怎么说 反正炸了他一家伙 来喝 跟着他 队长 机会 住室 跟我说 别跟着他 现在是 和 队长 别急 箭箭让你去领任务 我们是领庚立 老子把账跟他们算清楚了再说 机关长 我请求对我本人进行处罚 机关长 这次我们损失不小 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你们知道这次行动证明了什么吗 我们的失败 证明徐孝辰这个人不能重用 错 证明了我们的成功 证明了徐孝辰的利用价值还是很大的 证明徐孝辰的情报是准确的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上海站关键人物的住处 你们的愚蠢在于 还没有准备得更周全就贸然采取行动 所以导致了这次行动的失败 徐孝辰怎么样了 伤得不是太重 可是现在还没有醒过来 这个人知道的情报远远不止这些 你们一定要保证他的绝对安全 是 我已经在楼下给他安排了病房 在这里他绝对安全 这只灵狐确实非同一般的聪明 他居然想出守株待兔的这种笨招 这是大智若鱼啊 可惜徐孝辰没有炸死啊 但是徐孝辰已经被炸成了重伤 离死也就只差一步了 您看我们要不要继续 刚才你说徐孝辰已经转移到重光层了 是 看来日本人从这件事情上看到了徐孝辰的价值 既然那小子已经炸成重伤 那就不去管他了 不 让灵狐继续对付徐孝辰 这样好给他找点事做 这只灵狐是鼻子太灵了 免得他闻到那股寿勋战犯的味儿 那件事绝对不能让他插手啊 好 这是武汉传来的情报 是那帮寿勋战犯的照片 很可能不太准确 随后还会有更准确的照片传过来 进来 一个叫卢老板的来了 说是约好了跟你谈生意 我知道了 我马上出去 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换了两碗黄汤你胆子大了呀 给我闭嘴 罗碧云 你少他妈教训我 卢展飞 你是党国的军人 说话要注意分寸 分寸 我说话要讲分寸 你办事呢 你办事为什么不讲分寸 你说什么 也许是出发太久 我竟然迷失在旅途 我最亲爱的朋友 你让我再一次醒来 听你说的故事 深深打动我 来自这个世界 来自我们真实的生活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无论有什么样的艰难曲折 故事里永远都有爱 永远是美丽温暖的光明结局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无论有什么样的艰难曲折 疫情的天光影 阴陈着冬日的晚霞 我最亲爱的朋友 你给我春天的感觉 你给我春天的感觉